楊岳橋議員 可惜當晚政府充議不民 表示將會如常在立法會恢復異毒辯論草案 6月12日就是原定恢復異毒的日子 而很多香港人在之前一晚 已經在立法會附近聚集 到了12日的早上 數以萬計的香港人 佔領立法會附近的主要幹道抗議 當日早上10時左右 警方向示威者使用催淚水劑 下午3時警方向人群開槍 大家記得的是在2014年928 當日發出了87枚催淚彈 震驚全球 到了今年的6月12日 只是一天警方就施放了240枚催淚彈 還第一次向香港人發橡膠子彈 短短少於10個小時的行動裡面 香港警隊一共射了240枚催淚彈 19枚橡膠子彈 3枚貝雷彈 33枚海綿彈 如果計一計數 平均1小時30發子彈 警方聲稱這個全部都是低殺傷力的武器 但大家不要忘記的是 當日在中信大廈門口是民陣 獲得不反對通知書的示威範圍 而當時警方竟然可以當沒有發出過 對著和平集會的市民施放催淚彈 甚至並沒有預留任何疏散的通道 逼得當時在當地的市民 究竟是行政長官、相關的問責官員、警方 究竟誰是負責參與612開槍鎮壓的決定 至今沒有人解釋 更加沒有人需要負責 612衝突裏面超過70名市民受傷 有示威者的右眼中了橡膠子彈而受傷 幾近失明 自此之後警方使用的武力越來越過分 濫捕的情況也都越來越頻繁 當李家超局長剛才口口聲聲說 暴動的這句說話對日後的行動沒有影響 這個絕對不是事實 眾所周知警察執法是依循警察通例的 但這份關乎到全香港人利益的文件 很多重要的章節到今天都並沒有開放給公眾查閱 而因此警方有沒有在行動上 沒有依據到警察通例做事 也都沒有人可以確立到 沒有公開的章節包括第29章 沒有力與槍鞋的使用 第一條就列明這樣的 我引述警務人員與市民接觸時 必須自律和克制 除非有絕對需要及沒有其他辦法 可完成合法任務 否則不得使用武力 警員在使用武力之前 須表明身份及在情況許可下 盡量向對方發出警告 表明將使用何種武力和武力的程度 在可行範圍內 應盡量讓對方有機會服從警方命令 然後才可使用武力 使用武力的原則是 所使用的武力必須是為達到目的 而需使用的最低程度武力 達到目的後 須立即停止使用 該等武力必須在當時情況下 熟合理的引述原筆 我們將它擺回在612當日 警方有沒有根據這份指引行事呢 警隊多次在未有警告底下 向示威者直射出雷彈 更加多次濫用警棍嘔打示威者 就算示威者疏散退後 他們也都繼續追上去追打 沒有停止使用武力 在2006年的時候 警方有一份行動報告 提到煲袋彈是屬於較高程度的武力 應該向下肢描射 而警方現在很不幸的是 每次都是瞄準著頭 612至今最少有五代人對眼中的槍 涉事的警員非常可惜地從未被處分 警察通理第20章也都有規定的 警員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需要出示和配戴委任證 612當日究竟有沒有這樣做呢 在當日執行職務的時候 究竟他們有沒有配戴委任證呢 當市民向他們查詢 要求他們出示的時候 遇到的是一口拒絕 畜龍小隊的制服上面沒有任何的警察編號 警隊聲稱市民對於警方執法有意見可以投訴個別警員 剛才李局長也都這麼說 但當每一個警員是蒙面 沒有警員編號的時候 那他們又如何可以投訴到相關涉事的警員呢 主席 濫權濫暴為所欲為 這些才是真正沒有警員編號容許的事情 局長不要說今天就算是6月19號就在本大會說 速龍小隊的工作服沒有位置展示警員編號 我真是要問局長 究竟要展示一個警員編號有多複雜 需要多大件的制服才可以出示到警員編號呢 這個除了是一個可笑的藉口 我想不到其他更加合理的原因 主席警察通例第39章第5條也都寫明的 警方需要在事發現場配合傳媒工作人員 以互量互讓的態度盡量配合傳媒工作 以及不應妨礙傳媒的攝錄工作 剛才李局長也都這麼說的 他說6月12號並沒有攻擊或者妨礙傳媒的工作 那我就要問一問主席 香港電台外半司機被催淚彈擊中 心臟一度停頓20秒及失去知覺 究竟這件事件局長又如何解釋呢 難道那個彈無端端自動導航射向相關的工作人員 是不是這樣 還是相關的工作人員自己衝到他的彈頭上 主席 我真是想問清楚 究竟警方他對於傳媒的態度 是不是從根本改變了 如果是不是認了他 現在我們看到的問題是 當記者表明身份之後 警方仍然以長盾和警棍驅趕 向記者方向施放催淚彈和胡椒噴霧 變成屍空見慣 到了後來 警方長期用強光電筒干擾記者拍攝 也都我們見到有片段顯示警員已粗言慰與辱罵記者 究竟這些是何種的配合傳媒工作 是何種的互良互讓呢 警方除了暴力鎮壓示威之外 在醫院製造恐慌 也都是現在變成事實的事情 有公立醫院急症室前線醫護人員指出 在6月12日當日的早上9點多 已經收到醫管局總部發出 題為Mask Gathering Outside LegCo On 12th June 2019的內部電郵 電郵裏面要求警務醫務人員 記錄當日來自金鐘集會求傷的身份 相關的傷者分為警察 記者 市民 或者其他 而事實就是稍後有五人 在三間公立醫院的範圍裏面被捕 有消息指當中最少兩人 在病房裏面被捕的 我只是想問清楚警方 究竟這種做法 是否真的符合他們的內部指引 是否真的能夠促進市民和警方的互信呢 客觀的事實就是令到很多香港人不敢去求醫 而實際上後來 亦都有公立醫院的醫務人員舉報 醫院急症室的電腦是在無需登入的情況下 有一個警方的專用版面的 只要輸入日期就可以獲得病人的個人資料 究竟這裏又是否符合警隊的行事規則 又是否符合剛才李家超局長所說 警方將會盡力協助救護的工作呢 主席 如此的保安漏洞 我真是想問究竟是怎樣保障病人的私人呢 現在的實際事情就是客觀事實上 醫院已經變成另外一個平台 容許警方在那裏搜捕示威者的一個渠道 這一個是絕對不能夠協助到醫護關係 主席 我們三位立法會議員的議案是按照 《權力特權條例》第九括弧二條 和《基本法》七十三括弧五和括弧十 賦予立法會的權力提出的 根據《權力特權條例》 委任的專責委員會是可以命令任何人 來到委員會直前作證 出示所管有或者控制的任何文據 補冊、記錄或者文件 可以傳票通知列席、詢問經宣誓的證人 發出首令強迫列席的權力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和第十項 亦都賦予立法會對政府工作提出質詢 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 今屆立法會任期裏面曾經試過有八項議員議案 要求動用《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 調查一些公眾關注的施政失誤 當中六項是跟沙中線有關的 但是非常可惜八項、全線、無一行緬定 全部被保皇黨否決 立法會要履行調查權力 對上一次已經是2012年查梁振英了 主席,事隔七年、八年都在離開了 究竟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民主派議員為何這次還要根據《特權法》成立調查委員會呢? 當然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整個特區政府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 沒有人願意做正常的事就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們只是希望調查反送中運動 由六月開始到今天的警暴、濫捕、酷刑、721、831 還有很多的自殺和失蹤的案件 至六月十二號開始香港人從來沒有變過就是五大訴求 其中一個就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近半年所經歷的警察濫捕絕對是慶祝難說 有人受傷甚至有人死亡乃至失蹤 但是我們的政府仍然不聞不聞 我們立法會通過《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 調查612使用的武力只不過是一個開端 要求有效地追究警暴的問題 將違紀違法的警員承之於法 將當日作出決定的人問責 這個只不過是還香港人一個真相 還相關人士一個公道 我們真正需要的當然是獨立調查委員會 主席,來今的時間我希望用英語講幾分鐘 現在在我想下一個更多言語講幾句話 我位於他們在想說幾句話 我會說幾句話在英文中 我會提議他們在提議 這公司的三位資料集中 該這三位專家公司 該請求指控警報警報警 該求指控警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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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到暫時計劈會 在暫時計劃的不斷 在雷三個月的因素 該請求指控警察 這次事件 該請劉行判警報警報警 iml freezer or government official has been held accountable or responsible for the brutal crackdown of protests or the injuries that have resulted from such crackdown or the police brutality that followed or which we still see today A select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is council is only the first step We continue to demand for 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police abuse in the protests not only because that is one of the five demands by the Hong Kong people but because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 commission either both by this council and 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they both have the power closed to a judge or a court such as to summon witnesses to testify issue search warrants consider evidence that are otherwise inadmissible in normal circumstances and so on the commission is not the ultimate goal either at the end Hong Kong people are demanding abuses to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act for justice to be served if we do not do this that gives a clear and wrong signal we allow such behavior in public offices and they can use their official power to do anything they want without any resul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monstrate accountability and commit to this demand immediately 主席公民党支持三項二項 並且再次重申 特區政府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还香港人一個公道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本人僅此陳切 主席公民党 ile組合 主席公民党比起 thank you 主席公民党首席公民党首席公民党值 tot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